- 國防部長為兒子攝入不啞 影片致歉 強調公務不會分心 保齡案衝擊米製品學者呼籲 將米酵菌酸證明為野酵菌酸 低手附件案受到青睞 乍看輕鬆 但是緩緩壓力大 為了要賞日全食 大批人潮湧 湧現尼加拉瀑布 進入經濟狀態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四月一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蔡桂林 首先帶來關鍵的是 國防部長邱國正在任職國安局的兒子 捲入不啞影片風波之後 今天首度露面 向社會大眾來致歉 強調自己在公務不會分心 並且一度情緒哽咽 邱國正表示自己兒子點的火 他不會幫忙救火 但家人會作為兒子的支柱 而有立委就關切營區拍攝的全家福照片 如何流出 邱國正指出 這是立案調查的一環 任職在國安局的兒子被踢爆染黃 重挫國軍形象 國防部長邱國正一號首度公開露面 一開口就先向社會大眾致歉 提到此事已經立案調查 事發當下他向蔡總統請辭 但被未留 邱國正強調 在公務方面不會有所分心 但談到兒子 邱國正紅了眼眶 情緒哽咽 外傳這起案件牽涉軍中內鬥 邱國正沒有多做聯想 交由調查 進一步釐清 對於兒子捲入不雅影片風波 還自爆在國安局工作 暴露身份涉及國安疑慮 邱國正表示 國安局應有職務上的調整 此外立委關切 邱國正在營區的全家符罩 試涉國安 如何被流出 國軍資安保房是否出現漏洞 至於準總統賴清德二號將與蕭美琴 前往國防部 國防部比照 別馬菜政權交接的方式 向賴清德做機密簡報 邱國正表示 會針對國軍目前狀況以及未來規劃進行說明 記者黃子傑 張子嘉 台語報導 中國無人機日前闖入金門二膽島上空 直擊營區活動 官兵未做處置 金防部的理由是太陽逆光 無法目視 對此國防部長邱國正是無法認同 認為是訓練不足 要追責金防部 另外中科院生產國造飛彈 廠商封印被爆出 採購中國原料 被解約停權三年 不過有立委是提報 和封印有關聯的兩家公司 還是繼續承攬國軍的標案 國防部則表示 會將不良的廠商 列為黑名單 中國制的大將無人機一載3月29號 光天化日之下 闖入金門二膽島上空 直擊營區活動 官兵原本要搬運彈藥 在發現無人機時四散離去 沒有反應作為 金防部理由是 無人機位處太陽逆光 官兵未能及時目視 但國防部長邱國正無法認同 金門離島部隊以配發跟擾槍 國防部也更改第一級要件 針對無人機逾越就要反制 根據立委統計 近兩年至少有六次 中國無人機騷擾我離島 邱國正坦言 部隊訓練不足 會持續強化 國防部赤次兩千四百億 進行海空戰力提升 生產各式架造飛彈 日前爆出廠商鋒益 購買中國製飛彈原料 被中科院移送法辦 節約停權三年 但鋒益負責人名下的永冠公司 最清楚關係的九頂公司 卻仍在承攬國防部標案 遭立委踢爆 國防部回應 會指示中科院將不了廠商列為黑名單 進行管制 記者黃子傑 張志佳 台北報導 美國在臺協會主席羅森伯格訪臺 總統蔡英文和副總統賴清德 今天是分別接見 賴清德當面邀請 羅森伯格參加五二零就職典禮 羅森伯格則重申美國對臺堅定支持 而就在羅森伯格訪臺之際 前總統馬英九兼率團附中訪問 傳出馬席二會八號將會在北京登場 馬英九則是定調此行為和平友誼之旅 要減少兩岸對立和避震 親切握手寒暄 蔡總統接見 AIT主席羅森伯格向老朋友互動 羅森伯格三個月內第二度訪臺 副總統賴清德也親自接見 並且邀請參加五二零就職典禮 指示五二零前美方頻繁訪臺引起關注 更被解讀來臺掌握新政府兩岸外交方向 羅森伯格茲重申 兩岸和平穩定 和維持現狀對臺美有利 從一月十三號選舉到今天 在兩岸的情勢上面也有幾件事情發生 那麼諾拉主席能夠來到臺灣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這件事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和台灣的財政 都在擁有深深的興趣 和平衡的興趣 在台灣街上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共同項目 可以讓台灣的財政 在這個區域和世界上的責任 責任 責任 我們歡迎你們的責任 就在羅森伯格訪台之際 前總統馬英九率青年學子附中 訪問廣東陝西北京 十一天的參訪交流 重頭戲傳出八號 將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馬席二會 但馬英九行前談話絕口不提 指定掉此行和平友誼之旅 要減少兩岸對立和避展 馬英九抵達深圳保安機場 由國台辦副主任潘險長接機 維持去年同樣規格 馬英九參訪了大江無人機公司 以及騰訊總部 預計晚間與國台辦主任 宋濤會面 記者綜合報導 受了關注的保齡茶室 食物中毒案 臺北市政府監視約談的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 跟大時代公司 確認保險理賠範圍 是有涵蓋保齡案 最高理賠限額為四千萬 至於保齡另外三間分店 因為保險失效 是否是在祭出了重罰一百萬 另外呢 食材追查的方面 衛生局在追醬料配料上下游 查出越南進口的粉卷粉 已經掌握十三家下游業者 在進行調查中 另外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則直言保齡案的武力重鎮 其中有兩人是考慮患感 保齡茶室食品中毒案 查出另外三間分店保險 同樣失效 北市府再重罰 針對保齡 A13店保險理賠 法務局一號約談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大時代公司 新安東京發出聲明 保單就食品中毒責任約定 最高理賠現額為四千萬元 至於保齡饒河店兩例腹瀉 因為保單被註銷 市府坦言行政手段上恐怕只能開罰 而衛生局持續追溯醬料 其中粉卷粉從越南進口 已掌握十三家下游業者調查中 市府也將三月二十四 二十五採集的四件生物跟環境樣本 請台大法醫所協助檢驗 保齡S3案目前全台累計通報二十九例 其中新北新增一例細紙女性 在三月二十一號 曾到保齡S3店使用炒果條 出現頭痛 腹瀉 噁心 以反家休息 由於全台還有五例重症 在加護病房救治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直言 有兩位考慮換肝 這四位肝臟的損害都非常厲害 那甚至有兩位可能考慮要換肝 陳延元表示 北市四位重症都出現嚴重肝衰竭 腎功能幾乎喪失 將向法醫研究所取得本案兩例死者病理資料 評估是否協助肝臟移植 此外一名十歲男童 也被驗出體內含有米酵菌酸毒素 是否有後遺症 陳延元坦言 國際案例罕見 醫學報告也少 目前無法預測 只能盡早發現及早治療 記者歐榮謝正玲台北報導 這次的食物中毒案 檢出國內首例的米酵菌酸 但是卻引發了部分民眾擔憂 紛紛避開米製品 甚至有商家停售米類的產品 對此有學者是建議 改為椰酵菌酸 比較貼切 而為了避免污名化 衛福部表示 將會召開專家會議討論是否更名 臺北市原百姓醫店保齡茶市食物中毒案 造成糧死 超過三十人身體不適 有多位患者體內驗出米酵菌酸 被外界認為是這次食物中毒的禍首 對此來自馬來西亞的清大教授黃珍祥認為 應該將米酵菌酸更名為椰酵菌酸 較為精確 由於米酵菌酸是國內首度檢出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表示 米酵菌酸的產生有三個重要條件 第一是唐昌樸博克氏菌 是相當特別的細菌 而且要特定牙種 是屬於土壤細菌 但毒性很強 第二是介質 一般是澱粉 椰子等 第三是溫度介於二十二到三十三度的中性環境 而且食物本身有發酵情形 要符合以上三藥件才會產生米酵菌酸 目前鎖定 參有玉米澱粉的果條 為米酵菌酸最可能來源 而為了避免污名化米製品 將討論改名 王必勝強調 唐昌樸博克氏菌在臺灣很少見 因此不排除是國際通聯頻繁下人為帶進來的 目前已經對保齡茶室的廚房環境進行採樣 後續進行細菌培養 以確認是否能培養出唐昌樸博克氏菌 最快兩週內會有結果 記者 蔡水美 蔣龍祥 鍾建剛 台北報導 保齡的食安風暴未平 現在臺北市又傳出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有四位民眾上個月二十八號到藏壽司去用餐 有兩人用餐之後 因為腹瀉和紅腫就醫 另外臺北一家高檔的自助餐廳 則是有三人用餐之後出現了腹瀉的症狀 臺北市衛生局前往這兩家業者來積查 現場是已經沒有同批魚食的檢體 而藏壽司的環境有四項缺失 經過複查之後已經合格 下午也發布重訓回應 強調現場裁檢已經送宴 尚未得到確切的結果 保齡茶室引起社會重視食安問題 不過臺北市又傳出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有四位民眾三月二十八號到臺北市中山區 一家連鎖壽司店用餐 其中兩人在使用 鮭魚鮪魚合胃增堂後 因腹瀉合起紅疹 就醫急診 包括針板 還有生食刀具 以及現場工作人員 首部的生物急診進行採樣 同時在現場我們也發現了四項缺失 也即刻命期限期改善 另一起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則是一家高檔自助餐廳 有六位民眾上個月三十號中午前往用餐 結束後有三人就醫急診 症狀是腹瀉和呕吐 食安問題頻傳 連帶影響民眾用餐信心 以防止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八條及第四四條 儲六萬道兩億元發環 儘量在家裡吃 或者儘量買食材回去做飯 儘量不要在外面吃 比較熱門店家 他們的食材的更新率是會比較好的 對 那基本上還是要去 就是去看他們的評價 宣案問題頻傳連帶影響民眾用餐信心 北市衛生局表示自助餐廳得在四月八號前 完成改善 否則將依法開罰 呼籲民眾如果發生疑似食品中毒 儘速就醫 讓醫師協助採樣 向衛生單位通報 記者總道 交通部觀光署原本訂出 今年一千兩百萬外籍旅客來台的目標 不過交通部長王國才 今天證實 因為溝通路客來台的狀況不如預期 中國對於團體旅客或是自由行旅客 不讓旅客來台的態度 是比預期還要堅定 將會下修目標 在沒有陸客前朝全年一千萬旅客目標 買進 觀光署長周永輝日前估算 二零二四年原本估計 有兩百萬到兩百五十萬名 陸客來台 但因中國持未開放 估計全年來台旅客 可能因此減少 落在九百五十萬人左右 距離去年訂定的一千兩百萬人 有一段落差 交通部長王國才證實 中國對於團體旅客或自由行旅客 不讓旅客來台態度比預期還要堅定 因此全年目標會修正為一千萬人 旅遊業者回顧二零一九年疫情前 中國來台旅客佔外籍旅客三成 另外過去很常來台灣的日本客也因為日幣大扁 降低出國意願 來台人數也跟著減少 面對兩大客源市場流失 觀光署必須更積極作為 觀光學者分析 顯示今年一月來台旅客 韓國單月十一萬多人為最大宗 接下來依序是日本 香港 美國 第五名的菲律賓 菲律賓單月也有三萬多人來台 其中韓國旅客多位年輕族群 菲律賓則是以家庭旅遊為多 建議可以對這些鄰近區域提供精準行銷 再加強來台意願 學者直言疫情後全亞洲都祭出優惠在搶觀光客 想搶人要對目標旅客投其所好 另外除追求來台觀光人數外提升觀光產值 旅遊滿意度以及重遊率才是永續發展觀光市場的目標 記者綜合報導 公民黨立委傅昆奇提出環島高速鐵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 規範高鐵由宜蘭延伸到花蓮 台東並銜接屏東六塊促鎮 並且將這國發會名定為主管機關 呼籲國發會引進國際主權財富基金 不過國發會主委公明星則表示 現行機制足以推動高速鐵路建設 不用另立特別條例和基金推動 涉其成定為十年河南石縣 應該要務實來評估 不過呢 卻引發了藍白立委批評協責 為了推動華東交通建設 國民黨立委傅昆奇日前推出環島高速鐵路建設 特別條例草案 將國發會名定為主管機關 但國發會書面資料卻寫下 現行機制足以推動高速鐵路建設 不需另立特別條例和基金推動 引起立委質疑甩鍋 退回嗎 還是等到了委員會審查 到了院會去表決 因為我們是審議機關 所以我們還是請交通部 他可以提出他的可信性的研究出來 以後我們再來審議 你就是可以從中來做一個協調者的角色 對不對 因為交通部他所有的專業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國發會真正負責這個交通的 只有五個同仁而已 所以這個承擔分工是不太一樣的 所謂的環島高鐵路線就是臺北南港站 向東延伸到宜蘭 再延伸到花蓮台東 再銜接到屏東線六塊錯站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成為一日生活圈 國民黨立委傅昆起建議 國發會能引進國際主權財富基金 採新建營運後轉移模式或國際招標來籌措財源 至於草案中明定環島高鐵建設完成不能超過十年 國發會回應十年建設期限難以實現 應該務實評估 十年之內完成 您覺得合理嗎 包括從可行線研究開始到最後完工十年之內 相對於過去的各個計畫執行之一 相對是比較樂觀 可能跟實際上的需求可能有比較大的差距 由於環島高鐵草案朝野立委對法案名稱 條文內容有不同意見 全案最終保留送交黨團協商 記者原始陳柏玉台報導 受到許多投資人關注的 元大台灣價值高股席 ETF00940兼正式掛牌 但收盤是跌破了十元的發行價 收在九點七六元 成交量則是飆到將近一百三十四萬張 登上台股交易網寶座 背上外界瞩目的元大台灣價值高息 ETF一號以淨值價九點九二元 正式掛牌上市 雖然一開盤出現小紅格局最高 來到九點九四元 但隨即震盪走跌 最低一度跌到九點七五元 跌破十元的申購價 中場以九點七六元作收 下跌零點一六元 爆出一百三二三點九七萬張的成交量 登上交易網寶座 00940是在三月十一號展開募集 短短五天就募集了一千七百五十二億元 創史上台股ETF募集規模最龐大的記錄 截至三月二十九號為止 人數高達七十點八萬人 根據元大投信公布的五十檔成分股中 前十大依序為長榮持股 占比達百分之九點三二最多 再來是星象 聯電中美金 核碩聯發科日月光等 只是這前十大成分股 早盤都呈現走跌的格局 其中日月光跌幅最重有超過百分之五 原本市場上一些要搭ETF叫的投資人 也老早就已經上車了 所以變成就是說 這一些ETF的高股息成分股欠缺買盤的支撐 所以變成掛牌之後 ETF會有禁止下滑的一個情況 分析師認為高股息ETF訴求 是長期投報後有一個穩定的股息 如果台股行情不錯 這些高股息公司的股價 也會跟著大盤指數上漲 才有賺價差賺股息的機會產生 至於台股早盤 以小漲二十五點開出後 盤中一度大漲超過九十點 最高來到兩萬零三百八二七點 可惜隨著台積電翻黑走低 拖累大盤跟著跳水 中場下跌七十二點 收在兩萬零兩百二十二點 成交金額三千五百八二四億元 記者回彭耀祖 張國良投資報導 勞動基金的績效再創歷史同期新高 勞金局統計二月單月的投資 收益為一千七百六十三億多元 根據目前指標觀察中央更推估三月收益 有機會再上揚 截至到今年二月底為止 勞動基金規模有六兆兩千八百八十億元 勞金局表示全球股票市場表現穩健 目前資金充裕 經濟向上也會帶動金融市場向上 也讓勞動基金投資收益增長 今年截至二月底 平價之後收益數為兩千五百二十七點六億元 收益率是達到了百分之四點二八 在關心房市 近期第一首附建案大受青睞 有房產專家是表示 過去新建案在市況低迷的時候 才會出現低首付 不過去年下半年至今 買氣由谷底往上攀升 加上新情安話題都帶動了整體的方式 值得關注的是 目前低首付建案的付款方式 都是讓消費者先甘後苦 實際上要付的錢一毛都沒有少 建議民眾買房的時候 還是要先有足夠資金 避免未來陷入極大的管款壓力 雙面大採光二家一房的格局裡 還富有前後陽台 這裡是距離北捷市府站 步行只要七分鐘的SRC制政宅 因為臨近松菸大巨蛋信義區商圈 位置相當優越 而且只要49萬起即可簽約入住 北市蛋黃區吸引不少民眾前來賞屋 入主首付只要49萬 那用月付的方式就可以讓你真正買一個 信義區的核心蛋黃區 也因應小宅 所以我們有一個公設客房的設計 總共有五間 讓你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你的家人來的時候 有地方可以贊助 一甩去年暗淡 房屋雜誌調查發現房市最大的329 檔期今年推案量來到3140.5億元 年增綠近六成 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尤其低首付建案相當熱銷 房產專家就表示 過去新建案在市況低迷時 才會出現低首付 但去年下半年至今 買氣由谷底往上攀升 低首付建案大獲青睞 加上新慶安的話題 都帶動整體房市 只是目前低首付建案的優惠付款方式 是讓消費者先甘後苦 乍漢之下似乎購物更輕鬆 但實際上要付的錢 卻是一毛都沒少 你今天還是使用所謂 像是一些工程零付款 也就是說你在預售時間 這段時間 你確實沒有去繳納多少的 這個貸款的款項 寬限期 或是說在建商帶的這個時間點 之後再去做還款 那個還款壓力都是倍增的 所以這件事情確實還會有一點點 溫水煮青蛙的這個意味 陳明辰表示 整體台灣房市 目前看起來房市的走向 確實有點走高不走低 讓不少民眾有這樣的預期心理 去購置門檻比較低 未來可能有獲利空間的物件 但要注意的是 從交屋那刻起 民眾除了交給建商的款項 還得開始償還銀行的房貸 若沒有做好財務規劃 將可能面臨極大的負擔 因此想要買房還是得先要足夠的資金 以避免資金不到位 市人縣極大還款壓力中 記者為朋友主推報導 立法院司委會今天審查各黨團 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包括了總統國情報告 調查聽政權 以及藐視國會罪等等 民進黨團建議加開公聽會 不過國民黨則是認為 增加場次是在拖延 而民眾黨則是批評 民進黨過去就有相關的提案 現在卻不敢面對過去的主張 國會改革藍綠白各自提出法案 立法院司委會一號排審藍白 党團提案 但朝野在程序發言 就攻防超過半小時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更揚言 一旦藍白強行通過草案版本 一定會申請釋憲 藍綠交戰起因是民進黨認為本週三公聽會沒有將民進黨團版本排進提綱 也認為應該要再加開公聽會 國會改革的法案絕對是二三十案以上 那他需要的公聽會討論的這個量能充分的時間絕對更為必要 立民進黨二零一二年就有版本就有草案了 想說這個還要再加開公聽會 讓我們感覺就是在拖延這個法案的進行 招委吳宗憲補充解釋 民進黨團版本上週五才提出來 才來不及列入公聽會 民眾黨也對準民進黨批評綠營 過去其實就曾提過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現在的重點不是有沒有開公聽會 現在的重點是民進黨自己過去的主張 今天敢不敢面對的問題 吳宗憲排定週三公聽會 沒有要加開場次 但下週招委輪到民進黨中嘉賓是否增加場次 朝野勢必繼續攻防 記者謝祈文 歐榮 謝正玲 臺北報導 金門的連日農務造成了海空交通大亂 超過兩千七百名旅客滯留 其中有大部分是前往掃墓的民眾 無法返回臺灣 今天既有稍微好轉 銀行局則是協調航空業者 加開航班以及啟動軍機輸運 還有海運的備援 櫃台前擠得滿滿 旅客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但只能在後機室裡乾等 不知道何時可以搭上飛機回臺灣 有人耐不住性子大表不滿 人進度這麼好 平均平一台飛機都沒有 這麼多人在這裡等 我問你 在家在等什麼 等午餐 等晚餐嗎 金門三十一號受到農務影響 能進度不佳 海空交通大亂 金門上一機場光是三十一號 只有倒站兩個班次 取消三十一架次的航班 使得大批旅客滯留 有人還被迫在機場過夜 而一號好不容易天后燒好 但只能排候補名單 人潮根本難以消化 在臺北宋山機場一早也全都是準備前往金門的民眾搶牌後補 不少都是提早掃墨 卻因此搗亂行程 沿見民怨四起 民航局漢地委陳玉珍也趕緊協調航空業者加開航班和軍機輸運 另外也啟動金門海運備員B計畫 航港局表示將由備員船舶雲爆輪於一號二號兩天各一航次執行輸運 而根據氣象署預報二號可能還是有農務影響 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前往金門航空站的櫃台登記 而抵台之後也會安排接駁車轉搭高鐵返家 記者林健生 金門報導 極端氣候影響這天氣形態是持續在改變 氣象署就指出 臺灣過去百年溫度上升大約有一點五度 降雨日數也減少了 不過總雨量差異不大 就顯示著短延時強降雨的發聲頻率增加 將會加強預警系統發送訊息之後 民眾的應變能力 強降雨來襲 臺南雪甲宮廟在三十一號晚上舉辦聯花晚會 現場一片凌亂 民眾轉述當時就像刮颱風 回顧过去二四小時 時 全臺累積降雨最多區域 就落在臺南市北門 氣象署分析 封面影響 亦有短延時強降雨 預計劇烈天氣二號起會趨緩 針對汛期將至 一號上午 氣象署也到立法院進行 災防預警專案報告 預估未來天候整體趨勢 冬季變短 夏季變長 極端高溫發生頻率增加 極端降雨的強度和頻率 也都會增加 並對立委質疑 多數民眾人未建立 防災意識 極端天氣下風險人高 氣象署表示 未來會加強 與地方合作演練 而氣象專家認為 因應極端天氣 美國已經研擬將颶風分級 再拉高等級提醒 臺灣應該也要有相關 應對 專家認為 暖化將使未來颱風朝向 個數減少 但強度偏強 未來青苔颱風有可能是強苔以上等級 而防災最後一里路 就是在預警系統啟動後 民眾的應變能力 政府的防災教育 以及與民眾的溝通將更加重要 記者綜合報導 北美地區在八號將有機會看見日全時 其中尼加拉瀑布被國家地雜誌評為最佳觀賞地點 因此已經有許多民眾湧入了當地等候 當局因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會迎來百萬人潮 做好準備 北美週四月八號將有機會目睹日全時 路徑會從南太平洋上空開始往北 約上午十一點左右經過墨西哥西部沿岸 從美國德州協切到緬因州 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省等地 部分地區都能在下午時間見到日全時 位於美加交界的尼加拉瀑布 被評為本次日全時最佳觀賞地點 已有大量遊客湧入當地 旅宿和餐飲業者都嚴陣以待 當局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強人流管制 日全時發生時 月球將完全遮住太陽 美國上一次見證日全時是二零一七年 加拿大更得追溯到一九七九年 本次日全時將持續三到四分鐘 許多北美名民眾 早就準備好觀測工具 最新技術 更將光線轉換成砥子和單黃管的聲音 讓視障人士能聽見日時過程 儘管日全時每十八個月就會發生一次 卻不是每個地區都能見到 如美國地區下一次得等到二零四四年 對於這個一輩子或許只能見到一次的天文現象 民眾都為之瘋狂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 三月三十一號是基督宗教一年中 最重要的節日復活節 英王查爾斯三世在上個月宣布離癌之後 首度公開露面參加禮拜和民眾互動 而教宗邦濟各的復活節文告 是聚焦在和平議題 呼籲加薩停火 釋放人質 以及惡物換福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跟王后卡蜜拉 三十一號前往溫莎城堡的聖喬治教堂 參加復活節禮拜 這是查爾斯三世 二月宣布離癌以來 最受矚目的一次公開露面 看起來精神氣色都不錯 離開前與教堂外守候多時的民眾 親切互動 不過同樣離癌的凱特王妃跟夫婿威廉王子都沒有現身 健康問題同樣受到關注 多次取消活動的教宗方濟各 也度過一個忙碌的復活節 他在梵蒂岡的聖伯多路廣場主持彌撒 對三萬名教友發表復活節文告 聚焦國際間的戰爭苦難 呼籲加薩停火 釋放人質 惡物患福 也譴責各種人口販運 氣候變遷與饑荒暴力問題 保受戰爭蹂躏的加薩走廊 教堂成為許多流離失所民眾的庇護所 復活節這天 基督教徒只舉行了簡單的禮拜儀式 祈禱和平早日降臨 而在比利時安特衛普 則有一場把穆斯林摘地月期間日落後第一餐的開斋飯 與基督教復活節一併舉行的慶祝活動 民眾在一張長達兩公里的餐桌上 共享晚餐 互相交流 共有七千人登記參加 創下了新紀錄 主辦單位希望藉此促進文化與宗教的多樣性 公日新聞是回中編譯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三月三十一號獲准有限度 加入人員可自由流動的歐洲深耕區 兩國往來 深耕區的航空和海上旅行 不再需要邊境檢查 不過陸陸的邊境管制還是受限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加入之後 深耕區成員國將來到二十九國 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奧托佩尼機場 三十一號秀出 歡迎來到深耕區幾個大字 這座機場是深耕航班的最大樞紐 有些興建範圍就是為了此刻設計建造 羅馬尼亞加入深耕區之後 有四個海港和十七個機場續用 另一國保加利亞同樣也是經過多年協商 以後兩國來往深耕區的航空和海運旅行 無需邊境檢查 但陸陸仍受到限制 由於擔心非法移民問題 鄰國奧地利二零二二年底 否決這兩個國家入列深耕區 去年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以及奧地利三國達成政治協定 同意深耕區延伸至羅保的空中與海上邊界 陸地邊界的開放問題則延至今年討論 但能在海空兩路先解除管制 已是重要的開通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加入之後 深耕區成員國將來到二十九國 深耕區一九八五年成立 有四億多人在沒有內部邊境管制的情況下 自由旅行 公視先玩 黃韻禮 一九九八年 馬來西亞西部地區 陸續出現有豬濃染病 一度被誤認為是日本腦炎 後來才發現是由蝙蝠傳給豬隻 再傳給人類的栗百病毒 而第一個病例的發生地立百新村 如今也成了歷史文化館 記載著當初傳統養豬以及疫情爆發的狀況 來看我們公視國際記者的報道 包九星走在馬來西亞雙溪立百新村的油棕園裡 在油棕園裡可以看到廢棄的豬舍 這裡曾經是家族養豬的地方 包九星從小就住在雙溪立百新村 幫父親照顧豬隻 因此他在十四歲時染上了立百病毒 病毒發生於一九九九年 我也是其中一個生患者 我是很小心地生存下來 到今天我是也沒有任何的一個後遺症 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但我的父親就不幸地在於那個病毒離開了 立百病毒多半是由接觸蝙蝠傳播 患者會出現發燒頭痛 急性呼吸窘迫 腦炎等症狀 而且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一九九八年底 馬來西亞陸續出現豬膿染病 一度被誤認為是蚊蟲傳播的日本腦炎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豬隻食用了蝙蝠吃的果子之後 再傳播給人類的立百病毒 立百病毒重創立百新村 如今養豬戶大多轉做其他產業 當時不少村民轉做了油棕園或是燕屋 而包九卿為了不讓後人遺忘這件事 他跟朋友成立了立百歷史文化館 這件就是當時發生立百病毒的時候 主要就是我們的壽民開始取下一些豬的樣本 而拿回去他們的試驗室做一些研究 當時這個病毒還沒被斷掉了立百病毒 所以那時我們可想知道 其實那時的情況也是蠻危險 不過至今立百病毒仍沒有有效的藥物或疫苗去治療與預防立百病毒 因此專家也建議豬農將果樹清除 做好防範降低風險 國際記者梁德山 森美蘭吉隆坡採訪報導 鏡頭轉回國內 因應高雄橋頭科學園區開發 主要連外道路 臺三九線延伸道路將會優先施作 燕巢到橋科 預計明年會完工 由於必須徵收附近的這個用地 讓受影響的農民還有工廠業者是不滿 認為時間過短難以搬遷安置 更擔憂著徵收費用過低 讓他們無法取得同樣大小的土地 對此市府表示 會依法協商架構 也會協助媒合產業用地 因應橋頭科學園區開發 作為主要連外道路的臺三十九線延伸道路 將優先施作燕巢鞍昭路到橋科道路 原則沿高鐵兩側施工 屆時農地位於軌道下方的李先生 將面臨第三次徵收 原本方正的農地之前被台電及高鐵部分徵收 蓋電塔及軌道分切為二 這次若徵收過大會無法耕種 全部徵收則會使李先生失去農保 而兩年前才從喬科破籤到燕巢的花農 好不容易花了一千多萬 重新起步 這次又面臨徵收 都在安昭裡 預計約十間工廠二十位農民受影響 民眾希望負責代辦施工的市府 能以優於市價價格徵收或協助安置 讓他們生計不受影響 新工處表示會依法協議架構 金法局也表示針對需拆遷的工廠 會設置單一窗口提供產業用地煤盒服務 以協助業者安置 記者陳懷 陳顯坤 高雄報導 民眾使用自動販賣機 可能有遇到投幣之後 商品卻沒有調出來的問題 昨天有一名男子就遇到這樣的狀況 不過呢 他是把手伸進了販賣機的洞口向上掏 結果他的手指就被防盜鐵片給夾住 無法拔出來 一直等到消防人員到場協助之後 才脫困 多名消防隊員接獲救援通報 趕到一處工廠 眼前的外籍移工受困自動販賣機 右手卡在洞口內動彈不得 衝回案發地 在新北市土城販賣機有破壞痕跡 原來二十九歲男子 三月三十一號凌晨兩點多 半夜口客買飲料喝 但投了硬幣後飲料沒掉下 急得從販賣機洞口伸手向上掏 飲料沒找著手指反到被卡住 這麼拔 都拔不出來 索性送醫無大礙 換作其他民眾萬一投了錢 商品沒出來 因應做法各不同 無論用手槌出腳踢 業者都不建議 甚至在機器裡往上掏 更可能被防盜鐵片夾住計畫商 自動販賣機這塊市場包括超商等企業相繼進軍搶佔 推出的品項也越來越多元 不過從傳統型到智慧型只要機台出問題 業者表示別自己動手解決 致電客服才是上上策 記者 陳冠旬 張美如新聞報導 台中有一名女童患有完全防止傳導阻斷 屬於心率不整的一種 阻心事會不斷擴大 平時是沒有症狀 卻在一次體育課跳繩的時候昏倒 醫護團隊是以心導管手術 在心臟的傳導系統裝設心形結律器 症狀因此獲得大幅的改善 也能夠正常運動了 坐在椅子上難掩興奮 患有完全防止傳導阻斷的九歲女童小晴 手術後看起來與一般小孩無異 還能盡情跑跳 完全防止傳導阻斷 是兒童緩慢型心率不整中最嚴重的疾病 心臟左心是為了打出足夠血液會不斷擴大 平常無明顯症狀 直到小情上體育課跳繩突然昏倒 家長才驚覺嚴重 傳統治療 採取心導管手術裝設節律器 會將導線放在右心室 刺激心臟收縮 但有百分之十三的病童可能會出現心臟衰竭 醫療團隊採用心形結律器 直接裝設在心臟的傳導系統上 就能免除衰竭的風險 院方表示 完全防止傳導阻斷可分為先天有自體免疫抗體 與後天心臟手術後產生併發症兩種原因 目前該手術治療有健保給付 呼籲家中若有類似症狀的孩童 家長可及早讓醫師介入診斷治療 大家媽祖五號就要起駕了 而行程將會進到彰化 通過強轎熱點 民生地下道 為了避免衝突事件 這次警方部署了超過三千名的警力 在五大衝突點戒備 今天更舉辦了防強轎的演練 卵轎快到了 兩方人馬一擁而上相互叫囂 衝突一觸即發 警方隨即強勢介入 警方將雙方人馬隔開 帶有自私分子不滿警方的作為 衝上前去想要攻擊 原警將男子逮捕 而隨後教官也趕緊調度隊形來部署 避免雙方人馬有接觸的機會 再度引發衝突 絲毫不敢大意 彰化警方一號上午進行這場演練 就是為了五號大甲媽祖遶境做準備 這個月五號大甲媽祖就要起架 預計六號就會進到彰化 晚間就會經過 搶叫熱點名聲地下道 有鑑於2022年 同處黨總裁張安樂的人馬 還和警方嚴重推擠 彰化警方去年起成立機動應變隊 還有正南宮董事長 嚴親標親自押陣 才讓軟教平順通過 而今年成立特殊任務小組 還加入各分局的教官 全力防範暴力事件 警方表示 今年除了和各公廟簽署公約 也在五大衝突熱點 部署超過三千米的警力 尤其這回遶境還遇上千米連假 預計人潮可能更多 警方也將全力維持秩序 旅美第七年的臺灣棒球選手 鄧凱薇今天在美國棒職棒大聯盟 是初登板 代表舊金山 居然對中繼三局被敲出了四支安打 十三分 而他也成為臺灣歷年來 第十七位升上大聯盟的球員 消息傳回台中跟高雄的高中 母校教練都很開心 也期待他能夠繼續有好的表現 旅美臺灣好手鄧凱薇 三月三十號升上大聯盟 等了兩天迎接 美國職棒大聯盟 初登板體驗 他所屬的舊金山巨人隊 在客場面對聖地亞哥教室隊 第三局零為壽命 上場投球 25歲的鄧凱薇 在0比9落後時上場 雖然一上來就出現亂流 讓對方打了一輪九名打者 但也對Fernando Tatis Jr.投出了第一K 最終投了三局 被敲四支安打 失了三分 最快球速九十五點二英里 三振四次 四壞球保送三次 登上大聯盟的好消息 傳回台中西院高中 與高雄高院工商母校 教練都為他感到高興 也期盼他在大聯盟生涯 保持健康 拿出好表現 旅美第七年的鄧凱薇是臺灣 歷年來第十七位 聖上大聯盟的球員 也是自二零一九年 陳偉英之後 五年來再有來自臺灣的 大聯盟投手 而中繼三局的表現 則是非先發出賽裡頭 投球局數最長的投手 記者楊明鳳龍濤 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各地的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一些 清晨到上午左右 在中南臺灣 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出現 其中在台南一帶 有一些局部是雨量超過 五十毫米的雨勢 我們從衛星圖上可以看到 影響我們的封面帶 目前在臺灣上空附近 不過在今天晚間開始 會逐漸的往東遠離 因此臺灣附近的環境 會逐漸的轉為較為穩定 我們從降雨的趨勢 預測上面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間 主要只有在西半部這一帶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陣雨 而到了明天 臺灣附近風場以偏南風為主 所以在東南部恆春半島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至於在其他各地 是午後的山區 有一些局部的陣雨 大致上整體來說 整天都是一個多雲稻晴的天氣 也因此各地的高溫 白天都可以來到29到34度左右 各地清晨的低溫 預估在20到24度之間 所以整體來說的日夜溫差 會比較大一些些 也提醒大家留意 日夜的溫度變化 適時的調整穿著 而此外明天 清晨在中南部一帶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霧出現 在金門以及馬祖 在4號以前 也可能會有霧影響到能見度 也提醒大家 這幾天大家交通往返 或者是行車用路 要多加注意安全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氣象署提供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縣市 是21到32度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是22到34度 嘉義縣市 台南 高雄 屏東 是22到33度 宜蘭 花蓮 台東 是20到30度 澎湖 金門 蓮江 是17到30度 您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是敏感 竹苗 中部 雲嘉南和高坪 是普通等級 宜蘭 馬祖 金門是普通 花東和澎湖是兩號 以上就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時間 我們再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